今天要來給大家介紹一個當你腸胃不好的時候 對你的這個腸胃很有幫助的一個食物 就是這個 將將 納豆 很多人聽到納豆覺得很可怕對不對 我以前也是啊 聽說日本人非常喜歡吃納豆 可是有一次我在日本料理店吃的時候 真的是有夠給它可怕 所以我就後來一直不敢去吃它 結果後來我在全聯看到我在賣這個極小粒納豆 而且據說這個味道吃起來還蠻好吃的 所以我就買來吃看看了 來帶你體驗一下 這個總共有三包 那我把它劃開以後 你看這個就有一個小的保麗龍的盒子 先把它拆開 它拆開以後呢就有一個醬油包 還有一個芥末包 還有納豆 然後我們把這個外面這個撕開以後 哇你可以看到這外面都有這個拉絲有沒有 這就是納豆菌 這個對腸道超級好的 好那如果我們要吃到這個活性比較高的納豆 我們要先把這個納豆呢放到碗裡面去 然後去攪拌它 要把它攪拌 可是它這個納豆實在是有夠硬的 所以我要先把它切開 好那因為我剛剛買回來的時候它是冰的 所以就是我剛剛花了點時間去把它弄 弄比較碎 然後我現在要開始攪拌它 剛剛用它附的這個醬油跟芥末醬和上去之後啊 味道超級搭的 真的很好吃 這真的是 顛覆我以前覺得納豆很難吃的印象 而且我告訴你喔 我吃完了以後啊 我隔天拉出來的黃金 真的就是黃金色的 非常棒 所以如果你對納豆的味道覺得害怕的朋友 我真的很推薦你 試看看這個 極小力納豆 很好吃 而且很有效 GO